诗读诗篇第150篇 来 让我们一起来 我们把第六节再来一次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谢谢主啊 让我们一起用全心全人唱诗 用音乐诗歌一起来赞美耶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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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和拥有 都退与我们的身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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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宝座前 总天是不够敬拜 当万国外方 在天上说 祝旧恨 会与宝座上的圣 哈利路亚 再没有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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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恨重要 都会与我们的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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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天全能 都会与我们的圣 祝旧永永远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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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旧永远 都会与我们的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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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家全能 唱歌全能 都会与我们的圣 直到永永远 奥家全能 唱歌全能 由彼宝座前 都会与我们的圣 直到永永远 让我们继续用掌声给我们的神 我们请乐团继续 谢谢主啊 祢是配得我们称颂赞美的神 主啊 祢也是自由拥有的神 主啊 当我们弟兄姐妹 全心全能来到神临时恩 坐前敬拜赞美的时候 主啊 祢的宝座就设立在这当中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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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很荣耀 都对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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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在前敬拜赞美的神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送的前能 送的前能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送的前能 送的前能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 感谢给我们的主 祢的主 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祢的谢谢祢 很谢谢祢 主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主因为祢是配得称颂赞美的神 祢更是 祢更是与我们立下 永约的神 祢 祢教导我们说 当孝敬父母 使祢的日子在耶和华 祢神所赐祢的地上得以长久 主祢更告诉我们 当我们能够尊心爱祢 的时候 祢就要搭救我们 因为祢知道 我们的名 我们愿意 将最大的荣耀 遵从祢 祢也要将我们安置在高处 当我们求告祢的时候 主祢应允我们 当我们在极难中 主祢要与我们同在 祢更要搭救我们 使我们尊贵 主祢也要使我们主享长寿 祢更要将祢的救恩 显明于我们 主谢谢祢 祢与我们立下那永约 祢的话语安定在天 永不动摇 谢谢祢 祢是以马内力的神 祢更能见 就是我们天使回 祢的信心 祢更能地 祢更能地 心的灵力的神 祢更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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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忘记你的名 请愿我少忘记计较 我怎能忘记你的名 将祢命永可我欣 舍祢本为大 祢生命在全地和其美 我要永远传送你生命 你生命在全地和其美 耶和华我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与我离下永远的神 以马内里的神 若我忘记你的名 请愿我少忘记计较 我怎能忘记你的名 将祢命永可我欣 祢生命在全地和其美 我要永远传送你生命 祢生命在全地和其美 耶和华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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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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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你的名 请愿我守望祈祈祈祷 祝我们紧紧的追随神祢的找 祝我们按照祢的真理而行 祝我们军起手说 是的神祢本伟大 祝我们军起手说 是的神祢本伟大 祝我们军起手说 是的神祢本伟大 称颂你生命在决定和几美 祝我们生命在决定和几美 和几美我要永远 称颂你生命在决定和几美 祝我们锦乐团继续演奏 谢谢主持人 让我们透过音乐 与祢更深的接触 主啊因为哪里有敬拜 主啊祢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 神祢本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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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生命在决定和几美 祝我们生命在决定和几美 何其美 我又永远赞颂一生年 一生年 何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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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永远赞颂一生年 一生年 在全地何其美 今天我们要来到主人面前 说主啊 今天我渴望经历 祢是以马内利的神 我要经历祢的同在 我要经历祢的丰富 我要尽力祢的美好 我们也来祷告 面对亲民扫墓节礼拜三 求主恩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能够在扫墓的过程里面 荣耀耶稣的名 彰显主的作为 让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 得认知耶稣既可爱 同生开口 一切来祷告 他们来呀 让耶稣 谢谢祢 祢是以马内利的神 耶稣我们承受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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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祢恩待 恩待 今天让我们来在祢面前 来敬受祢的美好 耶和华祢是以马内利的神 主啊 祢是以马内利的神 主啊 祢是以马内利的神 主啊 我们要经历祢的全能 经历祢的医治 经历祢的释放 经历祢的美好 谢谢主的恩惠 主 今天我们要经历祢的作为 亲爱的主啊 祢是以马内利的荣誉 帮助我们 正能基督徒 能够见证着耶稣祢的荣耀 见证祢的荣耀 主啊 帮助我们可以见证祢的荣耀 在少部分的过程的里面 让我们的家人 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承受祢的荣耀作为 耶稣 耶稣我们向祢苦求 亲爱的圣语呢 我们向祢苦求 谢谢主 赞美主 愿祢得到最大荣耀 神让祢分为常 神祢不为能 神祢 Rabbリ 神祢习法 我们要继续来祷告 我们要继续来跟主祷告 说主要求祢恩待礼拜五的流动的爱音乐会 我们要看见人要认识耶稣基督 礼拜天的朝阳礼拜 当我们到县武广场宣告的时候 护鲲骑现场要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的县武团队要归向耶稣基督 当我们下午去游行的时候 宣告耶稣我 花莲要成为耶稣所作佛的 今天下午的建堂委员会我们来祷告 求主恩待 让我们建堂委员会有神的同在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开会 求主给你们同心合一 而且我们需要的经费奉准宣告 金子银子一车一车的车进神的家 好吧我们重生开口一起祷告吧 好人啊耶稣耶稣耶稣 祝福求祢 祝福求祢 福求祢 福求祢 福求祢耶稣 把我们的建堂在你面前的时候 亲爱的圣灵啊 亲爱的圣灵啊 让祢恩待 祝福 祝福啊 我们礼拜我的音乐会 看见主义的同在 耶稣祢在当中掌权这首位 让我们跟着地区会 我们跟着地区会 好叫他们可以认识耶稣耶稣 我就照样每天都已经 建立了工厂的时候 我所得名 你新生机发 你新生机发 祿福的工厂 我们看到我昨天 她也不能一个人会想起 我所顾客要为你做过 我现在还对你做过 为花蕾的凯伤 做游戏的时候 神啊神那边做不做嘛 做不做吧 做不做吧 这个游戏看见你的同在 看见你的周围 耶稣我们 称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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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呀 耶稣 给我们好的天气 多多不去 去 多算 看见耶稣的荣耀作为 多明万能 呼求耶稣的你 耶稣 你善待小安 为我们简单地回荡荡 求求我奈耶稣 可为的心 可为的灵 多团 尽快的信要 信之一字 一首一首 你的给家 我说 祂我们呼求你 呼求你 就呼求你 给你得到一票 叫这个教会 圣啊 圣啊 祈祷的伟大 耶稣 圣地的伟大 你生命在这一刻起来 我要永远 赞颂你生命在这一刻起来 主当我们举手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相信神的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弟兄怎么要经历你是以马内力的神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经历你是一遍一现的神 因为你到如今都帮助了我们 对 祝我们祝你们宣告 我们相信当我们宣告耶稣呼活的时候 华人要归向你 谢谢 佛爱今次会要成为祝福华人地区的教会 谢谢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愿你得到最大的荣耀 奉耶稣祈祿荣耀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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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佣花 耶稣不能当伴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被捕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难有丰盛的治安 是给凡处高黎明的人 你的爱就是不离不弃 灵敏如江河涌流 在我你的眼前 白色演戏 是我的不被满意 你的爱从事不离不弃 时刻将我环瑶 你必永远几年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云收丰盛的恩典 没有一个佣花 耶稣不能当伴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被捕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就承诺よね 洗手奖靠北 支 게啡旧高黎明的人 你的爱送室不离不去 学名如家可拥有 在我的人面前白色演习 是我的不被摆影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是何将我怀扰 你的永远几点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共生的恩典 没有一个忧怀 耶稣不能等待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骨 我要向高山去目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丰盛的慈爱 是个分球都匿名的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怜悯如江河永留 在我的人面前白色演习 是我的不被摆影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是何将我怀扰 你的永远几点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共生的恩典 你的永远几点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共生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叫做 走出祭祖的迷思 但我们要分享这个主题之前 我要先问一个问题 请各位来回答我 请问台湾民众相信耶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哎呀 你们好聪明喔 不管你怎么想 但是我觉得我认为 最大的困难大概是祭祖问题 你一直都没办法得到来解决 没有办法克服 所以每次你跟他传福音说 不好意思喔 这个问题我们家 他常常跟你讲说 等我爸爸妈死掉我就信耶稣了 哎呀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 以后他死了之后 就没有人叫我拜拜了 所以他就有这些困难 所以基督徒面对 家里只要办伤事 或者是亲民扫目 基督徒最大的困难 大概都是这些 所以 甚至有人用一句话来讽刺基督教 叫什么 吃苦 吃了没人 信靠耶稣的人 信了基督教的人死后没有人哭 哪有 我们也是哭 因为我们家人死后 我们当然还流泪 他说了没有人哭的意思是指的 没有哀生极其悲惨肝肠寸断的哭 好苦那种感觉 为什么基督徒不这样的哭 答案很简单 因为基督徒认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有盼望的 而且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 基督徒是进入永生的门禁 所以在耶稣里面可以想说安息 很美的 然后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很多人 他觉得说基督教 哎呀 这个贾搞戏要不能靠 那为什么基督教不这么哭 不甘肠寸断的哭 我想我已经告诉各位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可是我要说的是 拼命的哭 努力的哭 请欧主靠翁 拿着卖功大声的哭 就表明你孝顺父母吗 基督徒没有祭拜祖先 就等于不要祖先吗 我觉得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的爷爷 在八十几岁过世的时候 在出病的前一天 哇 不得了啊 我让他大哭哭 平面的哭 平面的哭 哇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哇 师生历劫 肝肠寸断的哭 到处都鼻涕 棺材也是鼻涕 我站在后面 我跟我们家人在办 后来他发现奇怪 怎么只有他在哭 我们都不像他这样哭 他立刻转过来 停止哭去 骂我们一顿 骂完之后又继续哭 哇 他立刻转台 刚刚是在大哭这一台 看完之后骂完 一直骂 换转台 完了结果就继续哭 弟兄姊妹 基督徒为什么不这么哭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 而对这件事情呢 我的阿公更强烈的表达 你们这信也所谓都没白没母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们都不祭拜祖先 他觉得我们是无 相信耶稣是无父无母 弟兄姊妹 我刚刚已经说了 难道我不失声历劫的哭 就等于我不孝顺吗 难道我不祭拜祖先 我等于不要祖先吗 今天我们要想这个问题 而我的爷爷呢 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惊讶了 就是他在他快临终之前 他千交代万交代说 不要把我送到老家的祠堂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因为我们搬出来了 奇怪 我阿公不是说 我们这些信仰说的是 这个什么 没白没母的 怎么搞的 怎么死了之后 竟然不想送回老家的祠堂 却要跟我们在一起 虽然他没有跟我讲什么理由 可是我深深的体会 因为他发现 这些信靠耶稣的孩子们 孙子们都很孝顺他 都很爱他 所以虽然他无法理解 他通不过基督教信仰 跟祭祖有关联性 所以他一辈子都不信耶稣 但是他正在享受 被耶稣所爱的事实 这是我的爷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基督徒在这件事上 难道是这么不孝吗 我今天要让你知道了 基督徒是敬主不祭主啊 为什么 为什么基督徒不祭主呢 是敬主呢 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人啊 他不是神耶 所以他值得我效法 值得我尊崇 但是他不是神 所以我根本不用拜他 好了今天要谈这个主题之前 或许你没有这个困难 或许你有这个困难 或许你的朋友 有很多的困难 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主题 帮助你明白 可以帮助那些 在祭祖世上受苦的人 那当我们要谈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要先解释一个名词叫 什么叫做祖先崇拜 所谓祖先崇拜是指的 对已故的父母或仙人所做的崇拜 那个叫做祖先崇拜 那为什么要祖先崇拜呢 当然至少大概有两个原因 挺好啊 第一个原因就是 为祈求復辟 一般的中国人都相信 人死了之后就变成神了 后来就会来祝福你的子孙 在世的祖先 或者是坐祖后代子孙 所以你看 可能昨天你还很气祂呢 还一段的气座 你上香拜拜祂 因为祂变神了 弟兄姊妹 如果人死了之后就变成神了 是不是大家都很想死 我好想死喔 因为我要变神啊 可是好像不是耶 你要不要死 好好好 小孩人有意无意无意 不要跟我说死 所以你会发现 大家都很害怕死 一夜没有四楼 一二三五 明明就四楼嘛 因为我怕躲在四楼啊 如果按中国人的眼光 说死了之后变成神啊 是怎样大家都不要死 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 奇怪耶 对这个定人的相信 跟我们理解 好像不太一样 那请问 那些在世上活不下去的人 为病痛守苦 还有为经济 为环境守苦的人 是不是大家都很想死 因为我只要死了之后 我就当神啊 哇 我已经活不下去了 可是大家都不想死 最后你发现这群人 死的时候是 可能是烧汗自杀 可能是上吊自杀 可能是最后癌症受痛苦自杀 没有一个人说 哇好棒喔 我要死了 我要当神啊 没有 大家都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 弟兄姊妹 事实告诉我们 这些人死亡 没有一个人想说我死了会变神 都是到一个地步行走投无路了 最后绝望而死 很多人在崇拜 你觉得这里可以接受这个观念吗 第二个 为什么要崇拜祖先 借献祭过活 相信人都知道 他可能需要透过你拜拜 他才能够有得吃 有得吃 对不对 透过你的拜有得吃 如果你不拜他的话 他会变成孤魂野鬼 来危害后代的子孙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台湾的民众崇拜祖先 不仅仅是为了笑道 还有一件事是 怕你的祖先 都会把你捞牙牙 如果他真的 你拜他的时候 他会起来吃 你会讲 哇 昏倒了 你立刻吓死了 你害怕 弟兄姊妹 我们想看看 如果 因为有拜 他就变成神 没拜就变成鬼 是神是鬼 决定于你有没有拜他 哇 你太厉害了 应该拜你才对 因为你的拜拜 让他变神 不拜变成鬼 所以我今天要让各位 想想这一切 那明白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跟各位谈 基督徒是敬主不敬主 圣经教导我们要敬主 敬重主先 但不敬拜主先 我期待透过今天早上的信息 让我们明白 帮助那些人走出 祭祖的迷思 好了 那我们就要谈谈 到底要怎么做 敬主的具体做法有三个 第一个 一起读来 深食孝敬 你说牧师 敬主 怎么跟活的时候孝敬有关系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一个孩子 他的爸爸妈妈活的时候 常常惹他生气 忤逆他 伤害他 不给他吃的 不给他用的 然后还要常常伸手跟他要钱 不要钱就打 就追 让他的爸爸妈妈活在痛苦恐惧的里面 然后死了之后 就给他办了一个风光的丧礼 怎么做 好大的排场 租了最高级的轿车坐里车 一台 两台 变达六 变鲁人 哇 通通通有 摆一堆 接下来给他请 最有名的 我主靠王 拿着麦克风大声的 失声力竭的大声的哭泣 唯恐天下不知道 还有帮他烧几百亿的纸钱 让他到阴间去花用 并且预备全套纸服的现代化设备 BMW的 还有你要记得加油站不要忘记烧给他 应该烧中油 我看算了 烧后地阿拉伯一起也烧给他 油仅都给他好了 免得他去的时候没有油 制造油的怎么办 唯恐哪个东西烧不到忘记了 弟兄姐妹 你觉得呢 在世上你真的很伤害他 让他受苦受痛苦 巴不得快死 因为他终于脱离苦境了 然后你死了之后 哇 在那边办到一会儿很疯狂的伤你 这叫做孝敬吗 我觉得宋朝有名的学者 和政治家欧阳修讲的下面一句很经典的话 一起来 意思就是说 当你要给他丰富的祭拜的时候 不如在世上给他一点点的温饱 台湾有一句修语更不得了 叫做什么 活着给他一粒豆 总比他死的时候你给他拜猪头 请问一下拜完猪头之后谁吃 我告诉你 当然是你吃 如果他真的不用吃了 他只要来一个牙齿横距 哇 有牙齿的横距 哎哟 你很紧张 爸爸妈妈显灵 这真惨 本妈妈来把我捞牙筋 今天晚上睡的时候头在这里 明天起来 我头怎么到这里来 因为你梦有忘记了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我们在世上的时候 不好好孝敬我们的父母亲 死了之后再给他风光的丧礼 我要告诉你 那不叫孝敬 他只是是不是在掩人耳目 让别人说我好孝顺 保罗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遗物手书》第六章第一节一起来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了 什么叫在主里听从父母 意思就是说按真理的教导 来孝敬尊荣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父母感到尊荣 请问他有没有说 作儿女要孝敬基督主的父母 有没有 没有 他说要孝敬父母 包括你不信主的父母亲 你的业父母 你的公公婆婆 你都应该好好地孝敬他 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你说牧师如果他要叫我去犯罪怎么办 我告诉你 他说在主里 也就是要合乎真理 他如果叫你做错事情 贩毒当然不可以 对不对 可是你要提醒他 所以我要说的是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父母都会感受得到 虽然我的阿公 他不信耶稣 可是我们就在主里好好的孝敬他 所以我阿公是很尊荣的 你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死了之后 想跟我们在一起 因为他觉得跟我们在一起 会比较快乐一点点 我们是真实孝敬他了 他虽然不相信耶稣 可是他正在享受被爱的事实 保罗又继续说 在以无所书第六章二节到三节一起来 什么叫孝敬呢 原文的意思就是尊重 敬重 也就是说你要尊重你的父母 不要因为你 这个程度越来越高 地位越来越高 学士越来越高 钱越来越多 你就轻看你的爸爸吗 不可以的 你要尊重他 你要尊重他 让他觉得生到你这个孩子 感到非常的荣耀 第二个 他说会使你得福 什么叫得福 原文的意思就是亨通 这句原文的意思 这句话其实有一个说 称赞一个人的作为 意思就是说 当你好好孝敬父母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上帝说 你做得好 没好 棒极了 你太棒了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能够好好按真理 来孝敬父母的时候 我们不但得到上帝的欣赏 我们在世上亨通的 一生都蒙福的 一生都蒙福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真的敬重你的祖先 可是你在世上却不好好地孝顺他 我告诉你的圣中 你的追缘 是没有意义的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如果在世上 没有好好孝顺自己的父母 死了之后才对他好 我想那不是上帝的心意 当你愿意用主的爱来孝顺你的父母 即便你的父母不信耶稣 都因为你对他的爱会被感化的 只要你好好地为他提名祷告 有一天 他会缩短他信主的日子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我的阿公 我那时候我阿公过世的时候 八十几岁过世 我才是国中生而已 我对这个部分上 我没有被教导 所以我没有为我的阿公祷告过 我觉得很难过 虽然我跟他享受很好的祖孙的关系 他也很喜欢我 非常爱我 我也非常爱他 但是我也很可惜的就是 我没有担心耶稣 因为我不懂得为他祷告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你应该为你的父母祷告 为你阿公阿妈祷告 为你岳母母祷告 为你公公婆婆来祷告 因着你孝敬他 为他祷告 会缩短他 信靠耶稣的日子 布道家白特卫说 一起读来 一个圣徒胜到什么程度 以他对父母的孝敬程度为比例 一个圣徒胜到什么程度 是以他对父母的孝敬程度为比例 换句话说 你越孝敬你的父母 你就越成为圣徒 不是剩下的人 是圣洁的人 求主来恩待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孝敬父母的孩子 有个弟兄回忆说 他在过去的小的时候 有一天他跟他爸爸妈妈去上族学 后来爸爸就带着他牵着他的手到那里去 然后牧原去走 走走走走 他就问他爸爸说 爸爸我们是要做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边逛街 他说没有我来看看你阿公阿妈妈在哪里 我也来看看他 结果这个孩子就立刻跟爸爸说 爸爸以后你死了之后 我长大了我会拿花来看你的 你埋在这里我会来看你的 这个孩子说 接下来爸爸所说的话 改变他的一生 非常精彩的话 我也期待这个精彩的话 带给你影响你的一生 他说孩子 我不要你这么做 为什么 你要记得把花送给活人 等我死了 你再拿花来看我 我哪闻得到 只是一堆的苍蝇在那里而已 我要你在我活着的时候 做一些事情来满足我 让我高兴 再说一次 孩子 花要送给活人 我死了你拿花来看我 我哪闻得到啊 在我活着的时候 做一些事情 让我快乐 让我满足 弟兄姐妹 这个弟兄说 他爸爸的 这送给他一生最美的礼物 因为他告诉他说 一起都来 趁父母还活着的时候 好好孝敬他们 趁父母还活着时 好好孝敬他们 如果你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 你不好好孝敬他们 等到有一天他死了 你在那边大哭大叫 请罪到别人的 我祝靠王有个是什么 你只是在告诉别人 你很孝顺 但事实上 你里头是充满了痛苦的 因为你没有好好孝敬你的父母 我求主恩待 让这句话成为你的提醒 一起来 孝敬父母要主动 不要被动等待 孝敬父母要主动 不要被动等待 虽然今天不是母亲节 今天也不是父亲节 但是今天是我要谈亲民扫墓节 可是如果谈扫墓 不谈孝敬 那个扫墓就没有特别的意义 生前你都那么不孝 死后扫墓又能怎么样 他能看得到吗 所以你要敬主的具体行动 第一个是生死就好好的孝敬他 所以好不好 或许今天你听我讲完到时候说 打个电话给你爸妈说 晚上我请你吃饭 怎么搞的 今天又不是母亲节 也不是父亲节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 不 我悔改了 你给我机会好不好 但记得要吃要吃的健康 因为挡护存太高了也不好 这不太好的 求主来恨待我们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美好的圣徒 小赵跟他的两个哥哥 年纪都已经过了中年了 当然他的爸爸妈妈已经年纪也都大了 他八十几岁了 所以为了让他的爸爸妈妈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所以小赵常常就邀请他的哥哥 两个哥哥和全家一起开家族的聚会聚餐 一起让他的爸爸妈妈享受天伦之乐 而这个家族啊 这个小赵的儿子呢 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没有读什么研究所 不像他的堂哥堂姐去读研究所 他就在台湾找一个待遇频频的工作 而努力的工作 可是小赵的大哥的儿子就不得了了 这个人大学毕业之后 就到美国修了硕士学位 后来回到科学园区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他的薪水是小赵儿子的三倍 各位想看三倍有多高 那二哥的女儿更不得了 这个千金更不得了啊 高中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去了 读到硕士毕业 最后就到美国的一家银行 做了他的理财专员 后来没有多久又跳槽到新加坡 当了一家金融机构的投资顾问 不得了 他的薪水是小赵儿子的六倍 你很能想象三倍六倍 所以这个周里在一起的时候 小赵的太太就说 哎呀 我儿子是最差劲的 你看你们孩子都好会赚钱 我的儿子赚那么一点点钱 好了 有一天的时候 他们又有一个家族聚会 各位 家族聚会的时候 这个小赵大哥的儿子 因为工作很忙碌 不是 因为他是一个科技的新贵 所以都是现代理性 理性很向往的对象 所以一直要放假 哇 不得了 约会都排的满满的 所以每一次这种家族聚会 他是迟到早退的 当然这一次的聚餐 又是不例外了 当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那个小赵的大哥 就看到他儿子 什么都不太吃到的时候 就塞一个宝贝给他的太太 快快快 甜点 咖啡都断到儿子的面前 宝贝啊 要走之前先吃一点吧 小赵二哥的女儿 这个大小姐更不得了了 前一天才从新加坡回来 因为工作太忙碌 压力太大了 所以每次休假的时候 他一定是赖在床屋上 你要叫他来做什么事情 那不要贪了嘛 所以他赖床在上面 所以当他们要聚餐的时候 当然继续睡觉嘛 爸爸妈妈最好先到聚餐的场地来 半个小的座再回去 二哥开着车回去 把女儿 宝贝女儿带来 女儿跟大家挥挥手之后 坐在那边睡眼熏松啊 你就可以看到下面 二哥跟二嫂 这个爸爸妈妈就 怕这个宝贝女儿二嫂 菜端过来 汤端过来 甜点端过来 咖啡端过来 好 真的是友好的老爸 好竟 这个时候 小赵看着她的大哥跟二哥之后 就讨感他们一笑 哇 你们真的是好主 你们把你的儿女 笑死得那么好啊 当她讲完之后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她回头一看 小赵的旁边有一杯咖啡 太太的旁边也有一杯咖啡 原来是她的儿子 在爸爸妈妈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就把咖啡送到爸爸妈妈的旁边来了 然后小赵就跟她太太说 你看我们家的儿子最棒 现代的父母像我们这么幸福了 已经不多了 现代的父母像我们这么幸福了 已经不多了 弟兄姐妹 这一幕她的爷爷奶奶也看在眼里 所以爷爷奶奶回去之后 很快就把遗嘱修改了 把大部分的财产过继给这个孙子 小赵的儿子 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理由是 其他孙子都很会赚钱 不需要这笔钱 下面这个理由更精彩 这些钱是给我儿子养老的 因为她觉得只有小赵的儿子 一定会最孝顺 所以她将来一定会孝顺我儿子的 今天我想要表达一个问题 在现代的世代里面 有多少的爸爸妈妈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从小就 哇 呵护她 哇 她好像你的神耶 她好像你的皇帝耶 皇后耶 就这样的把她保护到 哇 保护到一个地步 好 那个孩子忘记是谁了 她好像是你的神 最后呢 孩子长大之后 不在乎父母 甚至一点孝心都没有 出去是没了 回来是撞到的 爸爸妈妈一天到晚都坐在家里 看看我们的孩子可不可以回来 关心一下爸爸妈妈 弟兄姐妹 容许有下面的问题 请问你是按真理教养你的孩子 让你的孩子懂得孝顺你 还是你是一个让你的孩子 宠坏你的孩子 让你的孩子不懂得孝顺的孩子呢 我再说一次 你是按真理教养你的孩子 让你的孩子懂得孝顺父母的孩子 还是把他宠坏的父母 让你的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孝呢 请问孝子的孝 在你们家是当形容词还是当动词 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形容词的意思就是指孝敬父母的孩子 动词是指的父母孝敬孩子 台语讲得更清楚 形容词叫做好主 动词叫做好子 请问你是好主还是好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对我们当中所有的爸爸说 当我教导孩子要孝顺父母的时候 我要对所有的爸爸妈妈说 请问你有没有教导你的孩子孝顺你 如果你呵护你的孩子 让他不懂得回馈父母的爱 你是正在培养一群 没有爱没有孝的孩子 一个没有爱没有孝顺的孩子 我想我们的国家社会是完蛋了 因为他不会懂得感恩 请你问问你自己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家有真理香水 爸爸妈妈用真理教养孩子 孩子们按真理孝敬你的父母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我相信那才是真正记住 记住了一个最美最美的一个具体的做法 那当你这样 你还要让你的爸爸妈妈吃吗 要记得要吃的健康 还要学一个功课 你要跟你爸爸妈妈好好的相处 记得好好的相处 为什么呢 记得下面这句话一起来 学习和老人相处 就是学习和自己相处 因为有一天你就是那个样子 不要告诉我你很健康跑得很快 你很活泼 你八十位看看 你当你跟你家在老人相处的时候 就是在跟你相处 所以记得下面的话 老人的动作缓慢 是训练我们的耐力 走快的好不好 我就走不走 慢慢的等吧 还有老人的唠叨不断 是训练你的定力 老人的反复叙述 是训练我们的记忆力 所以我每次回去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讲很多 宠物讲很多 我每次都以为我是听新鲜 第一次听到的 哇 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 我说哇 真的啊 所以我爸爸妈妈很喜欢跟我讲话 不要那么不耐烦好不好 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会变老的 所以你要好好跟老人家相处 好不好六十岁以上的 弟兄姊妹请站起来好不好 爸爸妈妈六十岁以上的 请站起来一下 请站起来 如果你忘记你的连岁 你就不要站起来 六十岁了 这堂六十岁那么少 六十岁的 后面那个姐妹你已经六十岁了 感谢主我想说 六十岁了 没有喔 怎么 这个白头发的是不是六十岁了 站起来啊 我还没有叫你坐下来 六十岁请站起来 请不要坐下来 我还没有叫你坐下来 站起来 好 现在在旁边的弟兄姊妹去跟他讲 去抱抱他说 我们以祢为荣 我们好爱祢 去吧 去拥抱他们 告诉他们 我们以祢为荣 我们好爱祢 感谢主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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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赞美主 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习爱我们家的老人家 对不对 博爱经信外的弟兄姊妹都是尊重老人的 如果你不尊重他 你六十岁来参加老人日头 也没有人会收你的 我也快要六十岁了 哈喽 弟兄姊妹 让博爱经信外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 不要觉得老人家动作那么慢 训练你的耐力 唠叨不断 训练你的定力 他每次反无叙述的时候 你要记得 我是第一次听的 好新鲜喔 哇 他会很喜欢跟你讲话的 你的爸爸妈妈会喜欢你的 我愿我们做出一个被神所祝福的孩子 第二个 庆祖的具体作为就是 史实圣众 我要说的是 圣经的焦躁 不仅仅要我们生实孝敬他们 死的时候 那个圣众的态度也不马虎的 你去看看一下旧约时代的约瑟 他是个极其敬畏神的人 他对圣众的事上成为我们最佳的典范 当他的爸爸雅各过世的时候 创世纪五十章一到三节这么说 一起来 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当他父亲死了之后 他是很慎重的 对不对 而且他找了一个他的医生来帮他兴师 因为埃及人是用做木乃银 他为什么找他的医生没有找专业的兴师人 他觉得医生可能会比较在行 第二个 他觉得他的医生 不会用异教的方式来训事 当他做完之后 埃负的日子结束了 圣经怎么说 他就带着他的全家族的人 还有埃及官方的代表 因为他是一个宰相 把他的爸爸遗体 从埃及送回到迦南地安葬 实在是我们的美好的榜样 或许你要问我下面的问题说 牧师 那么耶稣 这么慎重 那请问一下 他爸爸在世的时候 有没有好小顺他 我告诉你 他更是典范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耶稣17岁的时候 被他各个陷害 把他卖到埃及去当努力 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 他不断的信任神 相信神的代理永远不会错误 所以神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在30岁的时候 让他从一个埃及的努力 变成一个埃及的宰相 登上埃及宰相的宝座 当他登上这个宝座的时候 他欣喜的住在迦南地的兄弟姐妹 还有特别是他的爸爸 上帝给他一个机会 在39岁的时候 让他里头失青之苦得着圆满 39岁的时候 把他爸爸从迦南地接到埃及来 好好的奉养他 直到他终老 亲爱的弟兄姐妹 约瑟不是只有会慎重而已 他是一个在孝敬的世上 成为我们极美的榜样 曾经有一个老人家 他的两个儿子非常不孝顺他 所以这个老人家像啤酒一样被踢来踢去 没有人理他 有天 这个两个儿子的救救之后 拿了一个很大的箱子抬过来 说哇就跟他讲实局不好 我不想跟你保管 免得我赔偿不了 如果一有闪失完了 我没有办法赔偿了 好啦 这两个儿子一看到 哇原来我爸爸还有一个这样的宝箱 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珠宝宝物 所以从其后就开始很孝顺 他爸爸哇 争相孝顺 当他爸爸死了那一天 还来不及下葬 他们两个就把宝箱抬出来 做什么 准备要分宝物 结果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真的很重 放的都是石头 上面写了 用红色字条写了一个养老的秘方 叫做若无食子 饿死老子 台语说 若无酒陶 饿死老狗 弟兄姐妹 请问 今天你孝敬你的爸爸妈妈 是为了钱吗 为了遗产吗 是为了什么 还是因为圣经真理 要你这么孝敬 如果你在生前没有好好孝敬你的父母 死后再给他圣终 那是没有意义的 我求主恩爱我们都是基督徒的 不仅仅按真理来孝敬我们父母亲 也要按真理来圣终我们父母亲 或许你要问我下面的问题说 牧师那请问要怎么圣终呢 要怎么圣终呢 感谢主我们来看第一个字 手上其间内努力关怀和扶持 我真的很感谢神 我们教会是一个小组化的教会 所以只要有一个弟兄的家人过世 我们小组就很快乐 大家轮流去关怀这个地方 献施 关怀他们 为他们祷告 那个感受到耶稣的爱耶 第二个 在石子上可以帮助 当你家人有人过世的时候 其实通常是六神无主的 对不对 有人就帮忙煮饭食 张罗一些需要 还有在借着安息礼拜表达圣终 在安息礼拜的里面 弟兄姊妹可以来参加 来参加的时候就看到 我们会来追思故人的得责 接下来可以借这个机会 献施来安慰家属 牧师传讲安慰的信息 弟兄姊妹努力的参加 这是一个很棒的圣终 一般人不喜欢参加这个商礼 或者到商家 因为带了煤气 大家都害怕 所以一般人是不想要的 我在花园这二十几年来 最深的体会就是这些 我办了几十场安息礼拜 有一场我印象最深刻的 因为那个孩子才几个月也过世 结果他们在教会要入恋 要入恋的时候 之前家族都围过来了 当我要入恋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 所有人都跑开 跑到外面去 剩下爸爸妈妈剩下我 我说到底是怎样 怎么要入恋大家都跑掉了 他说牧师 因为我们怕我们被冲到 被撞到去刷到 冲到怕会撞他 如果这样的话 我已经办了几十个安息礼拜 入恋都这么做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当我要入恋的时候 所有人都跑开 只剩下爸爸妈妈 一般人是很害怕的 但是感谢神 当基督徒愿意去参加这样的安息礼拜 让这些不信主的家人看在眼里 他对基督徒有很好的印象 时候到了 我相信他会信靠耶稣的 因为你所做的这些 他会信靠耶稣的 所以求主正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上 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同在 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 敬主的人 不仅在生前孝顺 在死后也懂得美好的圣中 我在花莲 曾经办过 十几年前办过一个 老奶奶的安息礼拜 因为这个家是旺族 所以我们的安息礼拜 就移到宾馆 你知道那一次来参加安息礼拜 有五百个人 里外全部都是塞满的人 那一天 哇 五百个人 感谢主 那那天安息礼拜结束之后 有一个台北来的朋友 回到台北之后 就打电话给那个家族 那个家族还没有信耶稣 跟他说 请问我想要信耶稣怎么相信 这个不信耶稣的人 打电话给那个不信耶稣的人说 请问我想要信耶稣 要怎么相信 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安息礼拜 他得到安慰得很感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能按真理孝敬我们的父母 按真理慎忠 许许多多人会看到我们所做的 渴望认识这位全能的真神 求主帮助我们 透过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叫那些抵挡我们的人感到羞愧 正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所说一起来 弟兄姐妹 不用去跟他争 不用跟他去辩 好好活出美好的见证 那才是最美的见证 最后一个基督的具体座位 就是来时追缘 我们常常基督徒会被骂 基督徒最不要祖先的 基督徒不要祖先 其实我告诉你 基督徒才是最要祖先的 为什么 我们不但讲生前孝顺 史实胜中 来时还要追缘 真的 为什么他们会说我们不要祖先 只有一个答案 因为我们不祭拜祖先 我们只是不祭拜祖先 他都觉得我们不要祖先 话又说回来 如果真的要谈祭拜祖先的话 真的要祖先的话 基督徒才是最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要敬拜祖先的话 我们应该敬拜神 对不对 因为 请问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 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 所以我的祖先的祖先就是上帝 所以我们应该敬拜神 我们应该敬拜神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有时候我们不要给一些 事实而非的观念所牢笼 最后让我们很受苦的 求主今天早上开我们眼睛 知道神的心意 而基督徒 我们刚刚谈到了 基督徒是敬主不祭主 基督徒是敬主不祭主 因为我们觉得祖先是人 所以我不用祭拜祂 祂是值得我纪念跟效法 但是我要尊敬祂 而我要敬拜这位全能真神 如果要用这种祖先崇拜的方式 来平定我们有没有追缘 来平定我们的孝顺 我觉得有待商榷 有一个弟兄 他曾经做了这样的见证 他说我们红家 每一次的这个祭日的时候 祭拜祖先的日子 他说我的妈妈不适智 但是她的记忆力好好 每一次到红家祖先祭日的时候 他一定会把 煮得很清晨的 煮了好多好多的 放在这个共同桌上面 然后放13个酒杯 13餐筷子 为什么 因为他只记得13个祖先的名字 还有他的祭日都记得很清楚 然后这个弟兄就问妈妈说 妈妈那你 我们红家的祖先好像不是只有13个呢 那你这样的话 那个你没有邀请的 你不认识的 没有请他来 他会不会饿肚子 然后向我们生气啊 何况你一年才祭拜他一次 他会不会回来找我们麻烦啊 当他讲完之后呢 这个妈妈就很生气的跟他说 你这个受教育的野蛮人 你大学白读了 有听清楚了没有 你这个受教育的野蛮人 后来这个弟兄深圳体会说 要用这种理性逻辑科学的方法 跟他妈妈这种崇拜祖先的人 传福音这很难很难啊 他说怎么办 我跟他说不通啊 有理说不通啊 他就跟神祷告说 神啊我怎么带我妈妈信耶稣 求祢教我 后来神就感动他做一件事情 把圣经真理本地化 哇 你可能你家的爸爸妈妈 就属于这类型的喔 你的公公婆婆属于这类型的 你的业父母可能属于这类型的 还有你的朋友可能属于这类型的喔 我们来看看 怎么把圣经真理本地化 有一天他妈妈生病住在医院 这个儿子就跟他妈妈说 妈妈 我告诉你喔 相信耶稣做救主喔 罪就可以得赦免 而且可以上天堂喔 大家也希望死了做要上天堂对不对 接下来他更精彩跟他说 耶稣啊会在天堂为你预备的地方 给你住喔 不怕没得的地方住喔 还有一个 你怕咬到对不对 不要紧 耶稣为你预备圣验 不会让你爱恶人 天天做冲牌给你吃 哎哟 牧师 这合乎真理吗 会不会是异端啊 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到绝对不会 所以我随便讲的 圣经的确这么样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看你就知道了 一起来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到天堂 请问那里有没有我们家的住处 可能冒进你住在这边 我可能住在你隔壁 说不定以后我们是邻居 说不定 所以弟兄姊妹 哇 信耶稣之后 我们可以在神里面 告诉你更精彩的在下面 启示录3章20节一起来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以他 他以我一同作息 哇 请问牙所给我们拔倒呢 满汉大餐耶 让我们天天享受美好耶 所以明天信仰就最怕死后 没有人拜他嘛 对不对 你一年拜他一次 他364天都要进食祷告 弟兄姊妹 原来我们的信仰是这么棒的 你要把圣经真理本地方 请问他妈妈有信耶稣 我告诉你 因为这样子 圣灵就在他里面工作了 有天他妈妈 在他最危急的时候 突然间在病床上大叫说 我要找牧师 我要信耶稣 我要上天堂 很精彩的三句话 我要找牧师 我要信耶稣 我要上天堂 因为他儿子跟他分享 他听进去 因为他想要上天堂 因为他想要住在一个美丽的地方 因为他相信去了之后 就不会恶毒自然 这就是圣经真理本地化的一个做法 感谢主 后来他相信了耶稣 牧师也在病房为他做施洗的工作 他信高了 后来死了之后 安息礼拜就把他移到教会来办了 洪家有七个兄弟 只有两个兄弟是基督徒 感谢主 因为这个安息礼拜 洪家的前家族还有亲朋友都来了 他们第一次进到教会 参加这么有益的安息礼拜 他们听到妈妈临终前的 信靠耶稣的经历 牧师的讲道感动他们的心 加弟兄姐妹的现实 让他们受感动 弟兄姐妹 求主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怎么赢得我们的同胞 你要批判他 不如用这样的方法带领他 跟我们美好 那我要告诉各位 天主教也很想带台湾的民众信耶稣 可是他们做了什么方法 天主教为了向国人传福音 他们决定跟祖先崇拜者妥协 在1971年春节的时候 御宾苏基主教公开举行的祭祖仪式 他们不是一种崇拜偶像 是为了弘扬教道按着圣经的教导 圣终追远 从此以后呢 每一年天主教的教会 都在台北举行春节祭祖仪式 有些在教堂来举行 请问这样做下去 天主教的人数有没有增长 我告诉你答案 不增反减 根据一项调查 1970年到1980年为止 台湾天主教的信徒 大约失去了百分之十 为什么 只有一个答案 他们没有按圣经真理而行 他们没有按圣经真理而行 神没有办法来祝福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基督徒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按圣经真理而行 生死的时候好好孝敬的目目 死的时候好好胜中 然后做最远的工作 今天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在当中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因此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我们要谈追眼不仅仅是 敬主不忌主 而基督徒最让人家夸耀的一件东西 建立家谱 建立家谱 你去翻开圣经里面 新业跟旧业就好了 到处都记得很多的家谱 而且记得很强劲对不对 以前你在读这个时候 上帝你真怎么搞的 谁生谁 还记得这么长 平常你失眠了 只要读家谱就睡着了 主啊 谢谢祢 祢真无聊了怎么写那么多 我以前也不太清楚了 怎么搞的写那么多 后来我终于知道 原来家谱是为了台湾人写的 因为台湾人一直觉得说 基督徒是被主的 不要了 他写了这些之后 让我们看见 从来没有看到 家谱写得那么清楚的 好了 我们就以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为例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一章1到17节怎么写 一起来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世代 从大卫到千至巴比人的时候 也有十世代 从千至巴比人的时候 到基督又有十世代 这是一个正序法 怎么生生生生生 可是我们看路加福音 他用道序法 路加福音3章23节到38节 一起来 依人看来 耶稣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以罗斯是赛特的儿子 赛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所以弟兄姊妹 从当中如果你要拜祖先 要拜谁 上帝嘛 祂才是你最高的祖先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让各位知道 当有人在骂你 基督徒不要祖先的时候 你要清楚的告诉他 甚至那些祭拜祖先的人 他不见得家母 可以见得那么清楚 对不对 求主借着我们所做的 堵住他们的嘴巴 求主透过我们所做的 堵住他们的嘴巴 那我要说的是 不仅仅基督徒在追人的事上 建立家母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追死你的故人 写下感念文 其实也是不可佛缺的 我来介绍奥古斯汀这个人 奥古斯汀的爸爸不是基督徒 妈妈是基督徒 他的爸爸跟他妈妈说 你不可用基督教信仰 教养我的孩子 所以从小他的妈妈就受拦阻 教导 用圣经教导奥古斯汀 后来慢慢的 这个孩子在17岁了 整个变坏到一个地步 吃喝嫖赌都会 据说17岁他就有一个私生子 可是妈妈看到他儿子这样子 败坏下去之后 他很难过 就不断为他祷告 不放弃 永不放弃为他祷告 最后他儿子41岁的时候 相信了耶稣 离开罪恶的生活 最后他妈妈死了之后 他为他妈妈写了下面的感念文 亲爱的母亲 我感谢您 在我做浪子的时候 您忍耐包容我 为我祷告 您第一次在肉体中 生我在罪恶误会之中 做我第一任的母亲 您第二次用泪血汗不住地祷告 领我进入真理的灵 又生我在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天堂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那个妈妈多么伟大 他不断为他的孩子讨感 我们说爸爸不伟大 不要为我的意思 我相信一件事情 圣经教导我们 爸爸常常是那个榜样 妈妈常常是那个教导者 今天你的孩子信不信主 跟妈妈有很大的关系 爸爸当然你也是要付出一些责任的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回过头来 孝敬我们的父母 甚至感念他 透过他引领我们进入到永生里面 不仅仅让别人看到我们基督徒是孝顺的 也让别人看到我们基督徒是 真的懂得圣中最远的 以后有人再说你 基督徒是做不要主仙人 基督徒不孝 最后你应该有的解释 其他交给神 但是我告诉你 最能够说服别人的 不是你说的天话乱罪 不是你很有口才 是因为你活出孝顺父母的真理 请听主我讲下面的话 今天你可以说服别人 不是你很会说 是因为你活出孝顺父母的真理 在他死的时候尽心竭力的圣中 最后懂得追远 在清明扫墓的时候 请记得正在为他写下感念文 坐在你的不信主的家人面前 让他们看见 不要再说我不孝顺父母 我是真实孝顺父母 懂得圣中追远的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基督徒与敬主 就写在 清晨马拉马太福音上册 如果你想要更清楚怎么做 请去读这篇文章 基督徒与敬主 我愿基督徒学会生前孝敬 事实胜中来时追远 让这些毁谤我们 嘴巴被堵起来 自觉羞愧 神的名得着荣耀 您和您的家得着祝福 我们接起来 我愿今天早上来到主人面前 跟主说主啊 你是我的神 你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我的神 谢谢你以我立下永远 我今天要经历 你是以马内利的神 圣地啊 让我经历你 让我用我的生命 见证你的荣耀 耶和华 耶和华 我的神 耶和华 耶和华 我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你我立下永远的神 以马内利的神 以马内利的神 将与你拥有 将与你拥有 激情的手来吧 你生命 你生命 在其天 我耶稣 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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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天 你生命 在其天 和其美 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为你的父母来祷告 如果你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 奉主能备祝祂 让祂早早信靠耶稣基督 如果你的父母带给你上爱 你说主啊 我今天要得着医治 在耶稣基督爱里面 我要孝敬我的父母 为你的公公婆婆 为你的岳父岳母来祷告 如果你今天是做父母的 你的孩子还没有信耶稣 为你的孩子来祷告 说上帝啊 求你让我能够按真理教的他们 让他们有一天 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好不好 开口 为自己来祷告吧 哈利路亚 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 主要你恩待 恩待 恩待 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耶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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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耶稣耶 耶稣耶 恩待 恩待 让我们在你面前 来祷告的时候 亲爱的圣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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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得着荣耀 亲爱的圣灵啊 让我们在你面前 祷告我的星球里面的时候 圣灵啊 求你恩待下来 做爸爸妈妈的 主要求你恩待 让我们为你祷告 让我们归向耶稣基督你 归向耶稣基督你 亲爱的主啊 让我们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的孩子 进入到真理的人一面 主啊 让我们不要把他宠外了 成为一个 不懂得感恩的孩子 求你让我们 用圣灵真理教养他们 让他们成为一个 聚会神的孩子 上帝啊 求你祝福我们的父母 祝福我们的父母 让你父母认识你 得着耶稣的爱 主啊 受伤害了 主啊 求你停止 亲自来医治 耶稣 我们向你祷告 向你扶求 耶稣 我们向你扶求 那些人都要 祝福我们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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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承受你的名 那些人都要 神啊 你本回答耶稣 生命的伟大 你身边在全地和尽美 我要永远成功的生命 今天早上我们渴望为一众人来祷告 就是或许你过去曾经在 父母的身上受了好多好多的伤害 今天你要跟主说 主啊谢谢你 我相信今天你要医治我受伤的心灵 然后我要回去跟我的父母修乎关系 我渴望得到我父母的祝福 也因着跟他修乎关系 我要带领我的爸爸妈妈回向耶稣基督 另外你要为你的公公婆婆 你的岳父岳母 你很渴望带领他信靠耶稣 你可能跟他关系不好 但是今天神要医治你 如果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你好渴望带领你的家族 在清明扫墓的时候 见证主的荣耀 你有困难 来到主的面前 通过圣灵的恩膏 让你得着能力 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的人 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来到主的面前 借着我们的祷告 我唱那首诗歌的时候 祝你生日子 若我忘记你的名 请愿我愿望自己的一条 我只能忘记你的名 请愿我愿望自己的一条 祝你很伟大 祝你生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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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永远的伤 以马内里的神 以马内里的神啊 与我们同在的神啊 常常帮助我们的神啊 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祢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渴望把祢的教导 做一个孝敬的孩子 上帝啊 求祢教导我们怎么样孝敬我们的父母 让他们从我们身上得见祢的荣耀 让他们体会主的爱 上帝啊 或许我们在生活的里面 受到父母的伤害 但是祢应许我们 耶稣基督 祢说祢受了鞭伤 我们要得医治 祢受了刑罚 我们要得平安 祢说腰伤的如围 祢不折断 将传的灯火 祢不催灭 奉主的名 今天医治的恩高领导我们 释放的恩高领导我们 让我们靠得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去赢得我们的父母 去修那个关系 让我的父母体会耶稣的爱 好像有一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里头没有亏欠 我里头没有懊悔 我里头没有伤心 祢耶稣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 祢耶稣给我们力量 从祢而来的力量 祢虽然我们有许多的困难 可是祢我们相信祢可以帮助我们 祢为这些站在祢面前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 愿祢那爱存满下来 当我们为祢面来祷告的时候 愿祢的医治就领到我们当中 通过安守的同工 祭祀的恩高就领到 尊望医治的能力就领到 好叫不爱继续我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都成为健康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孝敬父母的人 好叫祢的名字 因我们得到最大的荣耀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请同那福祉他们 弟兄姐妹请坐 不要急离开 一分钟跟主祷告 再离开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